這次要請小慧來幫我們介紹 日本女生週末一天的行程 那我們假設今天是12點半 跟朋友在銀座有約 那這時候要什麼時候起床呢? 大概9點半 因為我要化妝還有做早餐 那為什麼早上起來你沒有先吃早餐的自己化妝呢? 因為化妝比較重要啊 那你跟朋友出去的話化妝大概要化多久呢? 化全妝的話要20分鐘 日本人早餐都吃什麼啊? 日本人 如果要去外面的話會買香檳汁或是臉嗎? 那在家裡的話 三個早餐這邊就吃一點多餐 好OKOK 吃得飽就好了 對對對 為什麼不是吃巧克力 那吃完飯又出門了喔 小慧通常你出門會帶一些什麼東西呢? 我會帶這些東西 那日本女生平常出門還會帶什麼其他的東西呢? 還會帶飲料跟零食之類的 那我們來看看日本人一天在外面會做什麼吧 出發 出發 中午的第一站我們就來到時尚的銀座區 吃中華料理 中華料理 在日本女生之間有很大的力氣喔 乾杯 謝謝 吃飽飯也是逛街的時候啦 為什麼會選擇銀座呢? 因為銀座 日本女生喜歡的東西很多喔 那小慧銀座喜歡逛什麼店呢? 伊東亞 伊東亞是賣玩具的店喔 那我們在時尚銀座逛完街之後 接下來在公園要幹嘛呢? 喜歡寶可夢 穿這麼時尚 只要寶可夢 那小慧平常自己真的有在玩寶可夢嗎? 我平常不會再玩 可是我的日本室友 大家會跟朋友一起去玩 所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到了TOKYO MITOWN HIBIA的BVENTE 抓了好多寶可夢好累喔 換個下午茶吧 那小慧我們距離吃飯還有點時間啊 這時候日本人會做什麼呢? 日本人可能會來宿店逛逛 擦時間 晚餐我們來到了惠比寿的泰國料理餐廳 那艾比寿是日本人常常來開女士街的 因為這裡有很多種餐廳 而且開到很晚 所以很適合開遊行會 我們現在來到了惠比寿的Garden Place 冬天的時候 日本女生也喜歡一起來看夜景跟Illumination喔 後面就是可以看到東京夜景的SKY LUNCH 去看看吧 兩三個朋友在這個小空間享受東京的夜景真的很棒耶 那以上是東京女生 放假一天的新見喔 我是小慧 我是包博 我是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我覺得可以給我一個小時 叫號 看透明 我會說 在這水平 哪那個地方 我會說